说实话 原来我也挺看不上咱们那位姑爷的 觉得他说话办事都挺不靠谱的 可日子一长了又觉得他还行 至少能陪你放风筝给你抹伤药 还愿意顶着一个巨内的名头 在外头啊给你证名声扛风雨 生意场上常说一句话 好处不能占尽了 毕竟便宜无好货 美欲多辖斑 所以啊差不多就得了 你说呢 说说说 你让我说什么呀 当然是说对他再好一点了 连皇后都说让你别再跟他拗着性子了 以后啊 他一时失言就要做名字的小事 就别放在心上了 你敢说 你就没有想过抚承王 怎么 你不痛快了 没有 只是你这么一说 我才突然想起来 我已经有很久都没有想起过阿勇了 真的 真的 那就好 毕竟你们各自都已经成亲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正事啊 总呃 阿勇说得对 刚才能走得更长远 只有放下 才能走得更长远 对了 阿勇送的披风呢 正好 刚刚洗好 嗯 好 杨将军突然造访 有事愿赢 是我冒昧而来 还请殿下赎罪 杨将军有什么事 还请坐下说吧 不必了 长话短说 这次我是想请你帮忙的 昨日圣上暴怒之后 推上了皇后 这件事你知道吧 知道 但是皇后不是大安了吗 下去吧 麻烦是还在后面呢 龙兴寺那件事的真相 圣上知道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三是家罗跟我说的 如今皇后产气在即 却因为此事跟圣上闹翻了 如今可以劝解圣上的 也只有你这个皇帝了 所以我想请你马上进宫 可是 这是皇兄的家事 这不是家事 这是国事 如今这种情形 如果再出现什么乱子 那整个朝局又会变成一个乱局 这一点是我跟加罗的共识 如果不是因为上次 你我之间的那次争执 加罗可能昨天晚上 就来找你商量此事了 那为什么是你来了 作为她的夫君 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娘子为难 更何况这次 是为了攻势而费私事 上次是我胆大妄为 还请殿下恕罪 这些不是虚言 而是真心之言 亲爱的人 被迫驾驭他人的痛苦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你这么说 就不怕加罗知道吗 不怕 因为我们之间早已说开了 与其悲态 那落花是水的少年情爱 倒不如珍惜 未来几十年的夫妻之情 毕竟在这乱世 容不下我们太多的伤春悲秋 更何况上次 殿下的纳妃之举 也让我相信 既然我都能放得下曼陀 你也一定能放得下加罗 你会好好对他 一辈子让他欢喜无忧吗 我会 好 我这就禁锅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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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 我不是来劝你的 我是来陪你喝酒的 大哥 请 来 阿勇 你知不知道 寡人心里边 就像火烧了一样 难受啊 我知道 寡人为了她 什么都做 可她却这么对寡人 你没有 什么没有 没有为她什么都做 至少 你没有像我一样 为了她娶别的女人 哪个你知道 父皇从小就不喜欢我 可是她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至今为止 为之深深记在心里 我们宇文家出的情种 别人认为嗤之以鼻 叹心莫如的事 而在我们这里 却死心塌地 甘之如矣 不愿意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 能够让家罗做我的娘子 不管她嫁过多少回 生过多少孩子 病得有多么难堪 不管有什么疾病 我都心甘情愿 只可惜 不愿意 上苍未必能给我这个酒 大哥 你还爱这般若姐吗 这就对了 她现在是你的皇后 即将出生的也是你的皇子 你比我幸福多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执着于过去 这又有何意义呢 这是做什么 我是来悔罪的 什么罪不罪的 你是皇后 这被其他人看见 成什么话呀 起来说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皇后了 而是以一名普通女子的身份 来向父亲悔罪 女子应有的三层四肚 我不但没有遵守 还一再让你弄休 并且 胆大妄为 不尊重 更忘记了自守家训 亲贞自守 你说得对 我并不配做你的妻子 回罪得言语太多 无法意义倾诉 这是修书 恳请夫君 容我下堂求许 此生 一别两宽 各自欢喜 起来 不愿意 不管以前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你一天是我的娘子 就一辈子都是 所以没有寡人的允许 你哪儿也去不了 你当真不生我的气了 我有什么资格 生你的气 是我糊涂 是我没用 每次已有事情 就忽乱迁怒于别人 你不是我的心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可是我心里真的很清楚 我自己陪不上你 所以一想到你跟你游户 我这心里 别说了 和我独孤般若 用我的生命启示 从今而后 心中只有夫君一人 就是宇文玉 纯他 如果为此事 不得好死 我宇文玉在此历史 倘若日后 在为之前的事情 煎怒于你 也不得好死 宇文玉 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真的不想当这个皇帝 咱们为了这个皇位 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 我知道 你想独孤天下 没问题 等皇儿一出生 我立刻传位给他 他能做上一天的皇帝 这独孤天下这四个字 就算是成了真了 到那个时候 咱就把皇位 禅让给岳王活 他这么折腾 不就是想要这个皇位吗 没问题 给他就行了 咱们一家三口 找一个 没有人认识咱们的地方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好不好 好 你同意了 我看见我 看见我 穿乱是仇 剑和分柔 请一曲冲走 千身承诺 一看到圣上亲自送了姑娘回凤凝殿 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三姑娘了 多谢春师你昨晚劝了阿姐一宿 要不然以她的个性 才不会主动服软呢 我可不敢鞠躬 奴婢先告退了 这就要回宫了 来 坐我的马车回去 这样还能舒服一点 是 是 你把当日皇后所说的话 重复一遍 皇后对天发誓 说她自入宫起 心中就再无别人 只有圣上了 其他的 不过逢场作戏 被逼无奈而已 皇后还告诉圣上 就算这次胎儿保住了 也让朝野皆知 是太师您当众与圣上争执 她才气得小惨 如此一来 大臣们就会对皇上更加同情 您对皇后的歉疚 也会更深 你确定没有听错 奴婢不敢有一字许言 下去吧 要不是您飞马送去量药神医 皇后现在恐怕早就一尸两命 没成想 她却一直是在利用您 属下 实在是为主上感到不值 那个皇帝也挺奇怪 这样的奇耻大辱 却是听皇后简单分辨了几句 就这么轻轻放过了 难道 有批快放 别在那儿共用全区 属下只是一直都不敢确定 当时皇后在龙兴寺小产的那个孩子 一定就是主上您的 属下的确一直对皇后持有偏见 不过那是因为属下一直认为 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的女人 她竟然可以骗得了皇上 心甘情愿地戴绿帽子 为什么就不能骗主上您呢 她不是也已经利用了您的关心 您的歉疚 一步步登上了皇后之位 还帮自己的夫君拿回了军权吗 而下一步 被她怂恿的那些朝臣 会不会出兵秦王呢 您想做何打算 属下知道主上念旧 不敢伤及皇后性命 但如果属下让她病上一些事 让她无力再干涉前朝内政 想必主上不会有意见吧 你去安排吧 是 你去安排吧 你犯出了时 你去安排吧 老爺 我保证了 你去评论 你where 你去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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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希望的 就是我们能够平安幸福 这样也好 本来以为 皇子出生立储之后 一定会跟宇文护 火拼一场 现在看来 倒省了不少力气 只是倒是 一定不会像圣上 说得那么简单 有咱们帮忙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到时候 等宇文护坐上了皇位 多半也会愿意妨碍节走 对了 谢谢你 要不是你去请 去请府城王来 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的 本来想瞒着你 算了 以后也别欺望殿下 如果你想叫阿雍 你就叫过 反正我不会嫉妒你 你真的会因为我 嫉妒别的男人 当然 那你陪我放风筝 帮我开导心事 是因为同情我吗 还是因为喜欢我 因为喜欢 是像 喜欢妹妹的喜欢 还是像 喜欢 的喜欢 你是我娘子吗 你说那种喜欢 没骗我 没骗我 满城人都知道我巨内 我哪敢骗你啊 我不想骗你 但我心里 的确偶尔会有一些过去的影子 但那只是一点回忆而已 我们两个 开始得有点奇怪 中间相处得也不好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已经习惯你在我身边的日子 昨天回到房里 我一直都在想 即使现在是乱世 只要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相辅相成 其实也挺好的 我也是 杨坚 总之以后 你待我好 我也待你好 等到圣上顺利推了位 我们就在他们的风地旁边 找个地方住下 到时候 你带兵我管家 稳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就像阿姐他们一样 好不好 不好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 从今往后 不准再管我叫杨坚 要管我叫阿坚 或者是夫君 阿坚 什么 夫君 夫君 還有葱 煙 小姐 那 煙 会练 泪尽一生情 是爱你的宿命 封存了回忆 今生只愿为你 有我的心 欢迎一世传奇 那山外的风雨繁华上 无情一战转一生 回头看着风景是终为你的爱 假如 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把过去的所有亏欠 全部还给你 我们要一辈子爱爱 皇后姐姐的产期马上也到了 如果真是一位皇子呢 以后肯定少不了多加照顾他这位亲表弟 如果是一位公主 那以后咱们家也少不了上主的福分 那这可太好了 所以说啊 你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子 千万别让 别让你自己的身子着凉 有郎君的细心照料 不会有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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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鬼祟祟的 把东西抬过来 这是世子 宁人烧过来的 不是什么之前的物件 郡公爷 奇怪 世子爷替郡公爷 镇守红方城 有什么东西 要带回府里的 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 告诉我这个家中竹母 偏得偷偷摸摸地背着来 难不成 是你在撒谎 行了 行了 东西抬过来看看是什么 打开 这什么玩意儿 搞什么呢 前头夫人 四十的名寿就要到了 世子命人在侯方城 置办了这些东西 令小人供奉在夫人的灵前 这祭祀夫人 是光明正大的事 你们干吗要搞得 这么鬼鬼祟祟的 世子是怕再生事端 毕竟上司是由小人作祟 才害了夫人 世子才去了侯方城 这此次若是再大张旗鼓的 只怕是让有心人知道了 我还听说侯方城那血 都三尺深了 世子屋里的炭火味太重 屋里待不下去 这手都冻裂了 老奴是看着世子长大的 实在是不忍心哪 要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将来怎么主掌这郡公府啊 不过 这过几天 自己母亲四十岁的名寿到了 就要主持祭奠 儿子不在也不合适是吧 行了 你去通知他 让他回来吧 是 抬下去吧 抬下去 世子的一片孝心 姐姐的在天之灵 知道了 也一定会高兴的 那是那是啊 好了 咱们再接着溜达溜达 好不好 走 来 夫人消气 夫人消气啊 就两三句话 又惹得郡公心软 看来这府里头 还是有人不把我倒回事 夫人 你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可得小心点啊 生生生 若生的不是世子 管什么用啊 你没听他刚才说什么 这点苦头吃不了 将来怎么接管郡公府 在他眼里 他还是拿李承当世子呢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就算他回了府 也得让他更看重 我生了这一个 姨母呢 还不把他叫过来 一起商量啊 夫人忘了 这王女官回乡奔丧 三天前就走了呀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你去前院 把顾妈妈给我叫过来 是 听说你以前是服侍冯氏的 怎么样 这半年来 柴房里过得还好吧 夫人 老奴之前 是瞎了一眼 才跟了冯氏的婆娘 我这半年来 你一直回不到处啊 夫人 您若有什么吩咐 老奴定当府堂导火 舍命骁牢 起来吧 谢夫人 赴汤导火就算了 听说你以前是做吻婆的 是 我府中这个孩子 产期是在腊月二时 你可有什么法子 让他生在大年初一吗 夫人 您可问对人了 老奴还真知道一个法子 不用吃药 也不用扎针 只要每天按摩上几次 夫人 您想要几十生就几十生 真的 夫人 老奴的生死 就在夫人您的手上 我哪敢瞎说呀 多亏夫人说得早 孩子要是大些 那就不好调了 好 好 从今儿起 你就净身为管事妈妈 就在我房中服侍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下去吧 夫人 你是想让小公子生在吉时 不错 这自古都说 大年初一出生的孩子 福德双全必成大器 到时候 就算李承回了府来 我儿子的生辰有这么好的照度 也能压过他去 然后我再让长姐 向圣上讨封圣旨 封个圣子圣男什么的爵位 我就不信 那李承看不出圣心所向 轻点儿 是 夫人 儿子 好好在里面待着哟 等大年初一再出来 儿子 儿子 这事儿 世子 你可算回来了 老爷在里边 不孝子 给父亲请安了 回来了 回来就好 这一路上可还顺利 一切都好 又老父亲惯念 这怎么了这是 跟人打架了 没事 赶夜路的时候 碰到一头狼 心想着给父亲 做件狼皮领子 一不留神 就挨了一爪子 你小子不知道小心点 父亲你看看 怎么样 挺好 就是啊 你太不懂事 堂堂的是父公子 难道不懂得千金之躯 不做垂堂之礼吗 我怎么还就缺这一张狼皮子了 儿子不懂事 以前只知道在父亲膝下成欢 实在糊涂得很 在外力量几个月 才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是儿子的一切 都是父亲给的 只有这张亲手打的狼皮 才能略表效益 真好啊 你现在是越来越懂事了 你娘在地下有知 也会夸你孝顺的 儿子 这就去给母亲上炷香 好 对了 舅舅听说 我们府里要大办母亲的四十名寿 也很是高兴呢 恐怕此时快到隆悉了 你舅舅来了 不是夫人托王女官转告舅舅的吗 夫人如此贤得大度 我却因为以前的一些心结 一直对她心怀戒备 才纵容那些小人 创出这些祸事 没想到此事 儿子都心有愧疚 父亲 我想亲自向夫人致谢道歉 只是年纪已长 不方便进入内院 父亲可否陪我走一趟 你们两个能够和睦相处 这是我最高兴看到的 致谢可疑 道歉就不必了 其实那件事情 满陀也没有怪过你 你不在的时候 他总是在我面前替你开脱啊 夫人真是光风济月 儿子自愧不如 父亲 走 多谢夫人为母亲大办名寿 舅舅听说 这次您拿出私房 为母亲大做水路法会 心中很是感动 所以特地到府上 请你置信 世子快快请起 世子 这才出去了一趟 怎么瞧错了这么多 这是让人下了一大跳啊 儿子再这么辛苦 也急不上夫人整天 劳心劳累的 对了 这次水路法会要办几天 都请了哪些宾客 还有什么地方 需要儿子帮忙的吗 姐姐的整寿 自然是要连办七天了 龙溪郡里有头有脸的 我都会下帖子 这几天 正在办这个事呢 夫人怀着身子 还如此操劳 儿子心中很是感激 不过夫人 一定要小心身子 您这次大办名寿 主要是为了彰醒 我们龙溪郡公府 何家何目 千万别累了 病了 到时候传出去 可不太好啊 你放心 我这身子健康得很 你们俩呀 真是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天以来 这个夫人的身子 是越来越大了 可不能太操劳 有些琐碎的事情 我看就交给阿诚去做 现在既然阿诚的舅舅也来了 那这件事情 可就关系到 咱们李府的面子了 所有的事情 你们都要处理得妥当 是 夫人 这明寿的事情 奴婢怎么之前 没听您吩咐过呀 你当然没听说过 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无有 这个历程 好深的心机 居然在郡公面前 给我下套 我要是说 我根本就没有想操办呢 我就会落下一个 不贤德的名声 我要是 我要是操办了呢 不但要当着重兵客的面 在那个死鬼灵前执气里 我还得偷我自己的印子 你没听她说吗 她舅母已经知道了 我要拿出自己的私房钱 来把这水炉法汇 这可怎么办才好 夫人 要不您就说有印在身 不能操办 不行 这历程 已经把话说死了 你没听郡公爷说吗 为了府里的面子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这种紧拔关头 不能丢练 更不能生病 想跟我斗 我就给她办出个花儿坏来 好 陆西郡公到 慢一点 好 好 小心 这当祭祀的也真是可怜 你好 兔子都这么大了 还要在前夫人的灵前里规矩 你不知道什么 不会吧 原道人 这孩子还没出世呢 他哥哥就防着了 为了爵位 心狠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怜这独孤夫人 就为了一个礼法虚名 要受继子这种错误 李管家 怎么不见世子呢 我也不知道 世子爷原本在里头诵经 后来说有些累了 就去西乡歇着了 郎君 世子受了伤 这些日子来回奔波不说 法会的事情这么繁琐 他一时不适也是难免的 郡公要是陪旧母他们 还请自便 这里有妾身 放心 不会出岔子的 这话说回来 这几天还是辛苦你了 这是妾身该做的 怎么会苦呢 你 老天有眼 终有一天 快收拾你们鲁西郡公府 这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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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脸人 怎么回事 姑娘 你醒醒啊 姑娘 你怎么那么傻啊 这 这不是杨司马的妹妹吗 姑娘 姑娘 李管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姑娘 我也不知道啊 老爷 你 姑娘 郡公 郡公 我们家姑娘她是被世子 被世子给内阁了 所以才想不开的呀 姑娘 曼陀 曼陀 姑娘 这 郡君 这件事情 一定是有人陷害 世子就算再傻 也不会在他身后明寿的时候 做出这样的傻事啊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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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陀 把他叫起来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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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 世子 给我扣醒他 是 把他给我拉出去 把他给我拉出去 看出来没有 回老爷 这是以前伺候姐娘的丫头 姐娘前几天没了 裴父将近也怀恨在心 许了这贱人三十斤 趁着世子在房中休息的时候 偷偷在茶里下了蒙汗药 这些狗东西 老爷 以为让世子背上一个不孝的名声 见娘生的二公子就可以出头了 把他们都拉下去 统统给我占兵 老爷 老爷 这裴父将军可是朝廷命馆哪 我龙熙军功夫世子的名声 都被他回得一干二净 一个副将的狗命 你要算个屁 拉走 带下去 快快快快快快 不要 走 不要 不要 老爹 不是我的错 是他们陷害我 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 不是你对锦娘做得这么绝 这个裴父将 会这样想尽办法来陷害你吗 如果不是你娇生惯养的习惯 刚跪了那么一会儿 你就觉得累要去偷懒吗 你会在走廊上碰到那个贱人吗 你会喝下去 他为你陪他 查了密药的 擦水吗 不是 是曼陀陷害我 对 一定又是他在陷害我 我跪得店子又冷又薄 不 我实在是太累了 才进去欣喜的 你给我住口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你还在想着去埋怨别人 你俩在那里 你只好看吧 你停留下来 我看见他 一下 是不是 你现在要耻熟了 你不需要 帮我 你不需要 林郎 然后她的孩子就能做世子了 一定是这样的 你还要说什么 是不是接下来 就该说是我的错了 是我包庇别人 出了事情 总是怪你而不去怪别人 离商啊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真的是太想我释放了 姐 姐